大家好,我是彤彤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部电影 幸福出租车 三大美女轮流勾搭计程车小哥 终于把她盘成了老司机 宝强是个出租车司机 虽然已经开了几年出租了 但仍然算不上一个老司机 这天,她跟几个真老司机出去撸串 撸完了,大家就要去大宝箭 可是这宝强呢,天生是个神货 假装自己有生意就走了 结果这货,自己在车里看小电影 这火箭正要升空的时候 被郭董的一个电话叫过去接他 宝强大发牢骚 有钱了不起啊 没想到,和这老男人一起上车的 居然是他学生时代的女神 金莲 宝强不禁想起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不一会儿 金莲把醉醺醺的郭董送到宾馆之后 让宝强送他回家 下次之前,还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宝强 这天晚上,宝强按照约定和金莲约会 不常想,这一来就来三个 可爱的小梅和文静的小慧 看到这里我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韩国的吊师总是如此幸福 开个猪猪也能拱白菜 哎呀,不开心 隔天呢,这四人帮一起出去浪 到高档餐厅吃饭 宝强本来想吃一个肯德基儿童套餐 可半天都没找到 那服务员还给他推荐什么法国大厨套餐 宝强一看那价格 脑壳都大了 这机制的宝强灵机一动 玩了一把消消乐 就把郭董叫了出来 威胁他要把他出去大宝券的事情说出去 老头子破于无奈 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了宝强 这下宝强长志气了 直接给服务员说 你们这什么贵来什么 便宜菜割吃了过敏 吃完饭就带金莲去逛街购物 逛完就带三人去开房 毕竟一下能拱翻三颗白菜的套路 不是哪里都能学到的 果然这晚上 小哥宝强就把金莲给推翻了 可这一下梦想成真吧 宝强还真有点不习惯 突然一个哆嗦 就把空荒之力卸了出去 真的非常尴尬 这小会呢 看到别人玩得这么热闹 想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 决定在车里烧炭自杀 快别呀 别的不敢说 相信你东哥一定在肉体上 给你春巢般的安慰 于是呢 我就附身在宝强身上 把小会给救了出来 给小会一顿套路 哦不是 是安慰 第二天 宝强的出租也不开了 继续带着三颗白菜出去浪 得知小梅的前男友 正在举行婚礼 于是呢 宝强就带着三颗白菜 大闹婚礼现场 给小梅出了一口恶气 这之后 小梅就被宝强这英雄妻子所吸引 吸着吸着 当然就吸到酒店去了 去了之后 当然就是拱白菜啊 当然 这没几下小哥又熄火了 没办法 谁让你是辆韩国车呢 但神奇的是 在宝强跟另外两个女的趴完之后 小会还觉得宝强是个好人 想和他在一起 哦差 第一次觉得这好人卡是个好玩意呢 得到这好人卡之后 这宝强又把我家小会给趴了 这不能忍 宝强你个大牲口 连我家小会都不放过 这天呢 宝强接着带三颗白菜出去浪 估计是最近晚上太忙 几个人出了车祸 去医院检查 居然发现小会怀孕了 强哥还挺高兴 我说宝强啊 你是缺心眼还是没脑子啊 这能是你的吗 你这绿钢盔是闪闪发亮啊 当然最后嘛 宝强还是喜当爹了 和这三颗白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片子 我只想对棒子说 如果贵国的女人都那么欠 那么也请给我三颗白菜 假以时日 我还你海陆空三军 好了 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击订阅